风力最大 热力调到6.5左右 然后开始换芯片 第一步 第一步 拆芯片上的散热片 拆芯片上的散热片 风腔垂直 跟散热片垂直 你只加住这个散热片 用一点力 带一点力 然后刮胶 主要是刮这个边 刮到刮边 刮这个边 这个边是 但是最好用那个手术刀 胶刮完过后 取背面的散热片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没有 没有 有的就取 然后是 引脚向左右两边 引脚向左右两边 看一下啊 在这儿引脚 对这边是 左边的引脚 这是右边的引脚 加一点焊油 然后 就是注焊机 对着芯片 吹 现在吹芯片 这个风腔的高度可以矮一点 不要太高 夹子夹住 这个没有引脚两边 加到一定温度的时候 你 咬一下 轻轻晃动一下 这个芯片能不能动 芯片不动再继续加热 因为这是高温吧 所以加热的时间长一点 先取大的 好你看现在能动了啊 芯片能摇动了 你看到没有 摇动了 继续加热 让那个焊息充分融化 充分融化 方向拉开 提起芯片 好嘞 成功取出 好 这个就算撤下来了 嗯 好可以了 焊芯片 第一步 先清理焊盘 焊盘上有焦裂的 有焦的地方 刮一刮 洗一洗 快蒸的话 可以洗一洗 用洗半水洗一洗 然后给焊盘预热 准备好这个带焊的芯片 这个方位要 方向要看准 像个焊盘加热啊 预热 这是高温版 所以像预热 芯片预下热 蘸一点焊油 焊油不要蘸多了 一点点就可以了 放好位置 预热 先给芯片预热 这个风向的高度 就要高一点了 超过这个散热片 一定要超过这个散热片 预热 预热时间可以长一 稍微长一点 不要焊芯片 不要太着急 你还是给东西 开关 用镊子间 轻轻压住芯片 然后 中间下到 跟这个散热片高度差不多 继续加热 你要看两边焊点 那个焊锡有没有开始融化了 高度一定要转化 焊点开始融化了 已经在融化了 你看 已经在拔亮了 你看到没有 嗯 这种焊锡在融化的中的下 你可以 一压一下 压一下这个芯片 轻轻地压一下 这个焊锡都在动了 你看这个时候 可以再加一点焊油 中间拿开加一点焊油 加一点焊油 继续 继续 这个时候那个焊锡里面的焊锡都融化了 我们将再下一点 下的这个上一片的二分之一差不多 维持个六秒钟差不多六六秒钟了 可以了 从前拿开过后这个叶子不要动 让它慢慢冷一下 好差不多了 这个焊锡已经有那个融化状态转为 灵固状态 灰色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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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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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